中国军人向印度士兵牵手太极全印网友,看着超开新视频截图海外网1月2日电,据多在印度媒体报道, 1月1日,印度陆军和中国解放军在中印连接多个地点会晤,并共同庆祝新年,双方间的友好互动,也为新一年中印关系发展开了个好兆头。 而就在这几天,一则中国军人向印度士兵亲收太极全招式的视频也走红网络,不少印度人大呼中国武术很酷,并希望两国可以保持友好关系。 综合印度时报,现在时报电视台网站报道,这一引发印度媒体和网友热议的视频,是在2018年底发布的。 在由人民日报发布的视频中,一名中国军人坐着24式太极全的招式,旁边一名身穿印针制服的士兵,一边入列的观看,一边仔细的模仿。 视频截图印度媒体表示,中国士兵向印度士兵传授了一些很酷的太极全动作。 太极全是一种中国的内部武术,用于进行防御训练,并保持身体和灵魂的和谐,对健康也有好处。 这一视频发布后,也引发了大批印度网友的热烈讨论,不少武术面颇为兴奋。 网友尼加姆就开心地称,这很有趣笑脸,中国人教了我们理想龙风格的中国古代太极全武术。 也有网友直接表达,称,我一直很仰慕中国武术,截图这也让一些不太了解中国武术的印度网友,对太极全产生了兴趣。 穆库尔就提到很有意思的视频,这引发了我想,更多了解太极全的好奇心。 也有人不忘理想往来,直言,中国人传授了我们太极全,那我们也应该教他们瑜伽。 也有一度网友指出,中印两国在2018年一帝开展了,先收付2018年和军业改善关系,而这次的太极全,无疑也起到了破冰的好效果。 除了提到太极全,不少网友也表达了希望中印和平友好的心愿。 愿中印有一万岁,拉吉特在推特上这样表示,发拉夫也复合称,中印,要一起共同繁荣。 海外王张妮 海外王张妮 海外王ademAn shall be MALE 海外王张妮 海外王张妮 海外王握外 Brav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